叶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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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梁氏失火 梁氏失火 梁氏敬毁 在混乱中 有人散布谣言说 梁仓失火 是因县衙 官吏分赃之后 为毁灭当政 纵火所致 故此民情激愤 才有闯入 灵寝宫殿的事件发生 不管是 不管发生了何事 只要是蓄意毁坏黄灵者 那就是死罪 还有何话可说 你竟敢为叛贼说起 哄出殿去 是 等一下 皇上 殷杰 你真的不怕死吗 皇上 是民不怕死 你竟敢来恐吓朕吗 不敢 那你为何用 民不怕死的典故 是何用意 皇上 这不是典故 是李全县民众的实情 他们不是民众 是叛贼 皇上 在粮仓位失火之前 李全县官民 已断垂半年之久 青壮者早已弃家远逃 老弱妇孺 以草根树皮冲击 微臣据报 在李全县境内 除昭陵区域外 凡客入口之物 几乎都被鸡民搜紧 最残者 就在离昭陵仅一箭之遥的皇陵里 已经发生一子而食的惨剧 但在此之前 没有一个鸡民闯入陵园内巡舍 可见我大唐百姓 实在是太驯服 太善良了 够了 狄恩杰 你还敢为 汉贼张墓 皇上 虽朝末年 隋阳帝不顾百姓死活 穷兵独武 极尽奢华 才激变百姓 眼下我朝不仅仅是 李全县灾情严重 而河南关中等地 汉澜重灾相继 民怨沸腾 若不先行 镇绩鸡民 反而派兵剿杀 微臣只怕 一旦即便民心 我朝也如隋朝那样 三世而亡啊 胆大的银剑 竟敢将阵 与隋朝的暴君相比 来人了 在 把银剑 和陈子昂一并拖出地外 中战五十 是 请慢 皇上 臣妾有话奏告 皇后 他们二人言之有理 绝非负逆 这 难道 他们说什么 你没听明白吗 臣妾正是因为聚聚听清 自自听明 所以才貌似奏告 皇后 会败皇陵 自罪难赦 为贼张牧 诋毁于朕 那就更不能容 华后 还是做什么 皇上 臣妾 还是要貌似奏问一句 你 为什么 在李全县粮食仓库 没有失火之前 李全县灾民 没有毁败皇陵的举动呢 这无论之前之后 反敢 毁败镇皇陵者 罪及九足 皇上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普天之民 皆陛下子民 现在陛下子民 已饥饿到 一子而食的悲惨境地 作为万民之父的皇上 难道还忍心 不问缘由 便要新兵剿灭他们吗 他们要是真的把朕 当作他们的人父 还会去毁坏 朕的祖宗领起吗 虽为仁慈 不是也有误解父母 反目之时吗 就是我们那 忍孝知己的理由 不是也有误解父母 用意的时候吗 忍孝知己的心性 面对这样的事段 他也一定会泛言极箭的 启奏父皇 父皇 儿臣也要效法太子李红 孝敬父皇母后 仁爱天下百姓 阿贤儿 如果你遇到此事 那么你将会如何处置此事呢 儿臣奏请父皇 先调集旧镇谷物 还是亲自前往李泉县 镇计栽民 待查明此事 再行回奏 贤儿 黑炎 太子李贤所奏 最为可取 请皇上允奏 请皇上允奏 就依 太子所奏吧 谢父皇允奏 父皇 孩儿有负义奏请 允奏 孩儿奏请父皇 荣儿臣 带领大理寺清彼人节 又时宜陈子昂 才人谢瑶桓 一同前往李泉县 镇计积民 并查明惊扰皇陵之事 皇上 你看太子 正能为陛下分忧了 还不叩谢父皇 叩谢父皇 万岁万岁 万万岁 公主皇 万岁 万万岁 你们二位可算是我梁王府的功臣了啊 谢王爷夸奖 谢王爷夸奖 你们下去吧 谢 此番 多亏明崇衍教主的妙算 和冯小宝谈种的机密 才能大回礼堂的王继啊 也是上苍 浮佑五三四殿下 所以心想事成 明崇衍 冯小宝 昭令 已被灾民所毁 可以说是 大错了礼堂的王继 就是不知道何时 才能看见这礼堂江山射击 毁败之征兆啊 此乃天机 嗨 我就是想早点看到征兆 王爷 山人座下与小宝谈颇有灵异 正想向王爷 验证李唐龙脉 断绝的征兆 哦 此人现在何处啊 小宝谈 小教统 五三四殿下进前 怎么不归啊 嗨 明崇衍大人 神灵 不贵凡臣 神灵 还是让王爷 独对神灵吧 明大人 请 殿下 封探主啊 那小教徒 他 不是小教徒 那是 神灵 他真能断绝李唐龙脉 断一脉 活一脉 断一脉 活一脉 这 天机 不可泄露啊 小教统 你真的能 欲谱吉凶吗 为何不回答本王的问话 你不是教统 五三四王爷 别来无恙 为力娘 我不是为力娘 为力娘 不是梁王五三四的红粉之计吗 你果然是本王的为力娘 是为力娘啊 这次 若不是这个妙人 你能回了一趟王外的计划 能实施吗 这又是一个精明强横的女人啊 他日 若是他做了皇后 又是一个武皇后啊 当今太子 已经是李贤了 明日 后日呢 明日 后日 天 又不测风云呢 我不会让你返回围宅的 阿姨 听着 真想断李家龙脉密 什么真想假想 本王已经做到了 就凭那些鸡民 在李家陵园闹一闹 临寝重地啊 遭此惊扰 必定会大伤李堂的王妻 你笑什么 惊扰死人凌远 算什么大伤李堂王妻啊 那我的为力娘 你说怎样才能伤了李堂的王妻啊 除掉太子李贤 除掉李贤 你既有心取代理堂王朝 自当除掉太子 原来 李娘如此献身 是忘不了你的周王李贤呢 是吗 对啊 若要趁着李贤 微服私房李权 现在想要除掉他并不难 但是 除掉李贤之后 周王李贤可就顺势入主东宫 你是坐手愚人之力啊 聪明的五三四殿下 真是一下子 就把为力娘的心思看穿了 谁啊 你还是本王小小的为力娘啊 不除太子李贤 你觉得你要何时才能见到 李堂社稷的败王呢 明日后日还是明年后年呢 这 上苍让李贤 奏请前往李权县 镇继机民 这正是风吹草动昭市民 这是李堂王纪拜丧的时候 此时不动手 更待何时呢 虽然如此啊 当然 太子李贤一死 自该由周王李贤入主东宫 但是 若不是李贤入主东宫 你觉得 你一个异姓藩王 入主得了吗 但是呢 周王李贤入主东宫 成为太子以后 只要你姑母一死 这大堂社稷 就落在我和李贤二人手中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 我的唯利娘皇后 你还 自古英雄爱美人 怎么 聪明的五三四 就忘了 美人更爱英雄啊 什么意思 我 李贤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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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什么看中我 五三四 那个李贤那么懦弱无能 唯利娘又怎么能看中他呢 那李贤 只不过是唯利娘的云梯罢了 那我呢 什么 沈山太子李贤 你早已在回李堂的王妻了 这个唯利娘 也太强悍了 浦州参将的女儿杀人灭敌 并不深处 可这是明火之掌 刺杀楚军的 你不杀李贤 等着李贤杀你吗 明重演 要当天师 就收起你那幅道德心肠 成就了 成就了 三四殿下 阿姨啊 又怎么了 明天太子李贤他们就要离开洛阳 前往李全县了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你放心 明天一早 我派的刺客也会先行前往李全县潜伏 支配刺客还不行 还要广浅说客 广浅说客 要在鸡鸣中散步谣言 说李贤是带兵来剿灭鸡鸣的 哈哈哈哈 没傲啊 利用鸡鸣 围奸李贤等人 殿下 但是 你万不可亲自出面呢 而且 还要重视此事 为何 哎呀 你那皇后姑母 可不是糊涂人吗 那 丽娘的意思是 交给冯小宝去吧 让她精心策划 哈哈哈哈 看来 我的利娘 是真心爱我呀 哎呀 时间紧迫 不要儿女情长 是 臣无三思 仅遵为利娘皇后遗旨 哈哈哈哈 你呀 哈哈哈哈 棠哥 真早啊 正满 你也早啊 更有早新人 谁啊 请 冯弹中 封弹中 玉皇万寿无疾 这边请 启奏陛下 太子李贤殿下 前来辞行 宣 是 宣太子李贤进殿 儿臣李贤 向母后 叩请陈安 心儿 母后 你身体不适吗 儿行千里 牡丹心 贤儿明白这个道理吗 孩儿的母后 可是个女中丈夫 天下儿女 有谁能真正懂得 父母那对儿女的透彻 骨髓的铁毒之情啊 母后 你的孩儿早就长大成人了 你就放一千个心 放一万个心吧 是啊 母后的李贤太子 在十六岁的时候 就以明波天下了 他教主的后汉书 就连当今大儒张大安 都深为赞叹呢 那是诸如师父 教训方 一个虚心学习的太子 才是个可教的太子 母后 孩儿今日来 是特意向你辞行的 向父皇辞过刑了吗 母后 你看 是 松山陵符 这是父皇昨晚 令云重演奢 特意为孩儿求的护身符 母后 你怎么了 你父皇 很担心你啊 贤儿 你领悟到什么了吗 孩儿领悟到了 快讲给母后听听 父皇要上天保佑孩儿 平平安安 安抚好李全县灾病 那你 安排好了吗 嗯 后汉书 光武帝记 第一上篇说 光武帝 被太长偏江军时 与王莽大军激战 凡收获的大批牛马财物 尤其是古宿 数十万户 都分发部署 并广及灾民 所以一夜之间 得大军十万 眼下 我李全县民变 都是因为饥荒 所以孩儿 以令敌人节 尽快募集谷物 运王李全 先安民心 不错 贤儿 学以致用 真让母后高兴 这一片中 好像还有一段 对光武帝的评价 母后好记忆 确有一段 说汉光武皇帝 不取财物 当汇兵计策 显儿对这九个字 如何注视 明白如画之据 不须注视 真的明白如画吗 是啊 母后你听 不取财物 不取财物 多明白 但汇兵计策 又多浅显 有时候 最浅显之处 却包含着 最深奥的玄机 你是太子 是将来的天子 母后 孩儿永远是 父皇母后的孩儿 好吧 你去吧 母后 母后 孩儿想 怎么不对母后说呢 等孩儿从李泉返朝 再奏 要紧吗 对孩儿而言 是终生要紧之事 好吧 母后 等着你回朝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o 不吝点赞 吧 你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真是难得呀 太好了 好啊 既不可适 天资良机呀 是啊 复辟大本营正在为李贤做了太子入主东宫 使武皇后如虎天衣而发愁 可谁知李贤这次 却是自寻死路 院下应调及潜伏在辽东中州的复辟武士 我们应尽快地赶往李权县去集结待命 嗯 正来 我要亲自前往 调度安排 我一同前往吧 不 我想这一次 你不要去了 何时动身 我即可动身 微臣李敬业 叩见陛下 因国公平身 谢陛下 微臣谢陛下龙恩 李敬业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吗 都已按陛下所主 安排妥当 皇上和我 已住英国公了 保护太子 是臣的分内之责 李敬业 臣在 老国公李敬 才是好祖父啊 微臣的祖父李敬 他老人家告诉我 你姑姑坠地的时候 正是赎酒腊月 正是 你父亲出德娇儿 视若掌上明珠 命徒必 把事先准备好的私贝 用来包裹于你 可是祖父 却把孙儿赤身抱在怀中 在风雪中挤走数百步 可把我殿娘吓坏了 李敬业老人家说 是吓傻了 是 当你初能走动 就把你抱上马鞍 总将奔驰 当你长大成人 就随着他 东正西法 南北转战 所以 才有今日的少年英雄 李敬业 不敢 不敢 相比之下 皇家子弟 那些承担着设计重任的孩子们 却太养尊处优 太不知道江湖的险恶了 所以 微臣明白 但是 李敬业 臣在 护驾 不代劳 只要没有生命危险 所有的险恶 都要让太子 自己对应 可是陛下 李敬业 你要深深体谅我们这颗 未来天子的父母心呢 微臣领证 不错 这里应该就是九宗战双十风了 图侧上注明 因这两座山峰如猛狮盘踞在神道两侧 顾名双十风 嗯 这里是伏击太子李贤一行的最佳之处 太子李贤一行一到何处 密探回报 李贤今晚住在京阳 京阳 有百里之遥 最晚明天有事之前 他们就会进入这双十神道 月黑风高 是下手的最佳时机 无声听着 好 事不宜迟 今晚各部分头 到各村散步朝廷派出兵士绞杀的消息 一定要乔装打扮 把激变民众迎向此地 埋伏待命 送礼 送礼 快去吧 太子殿下 叶已生了 还未安寝吗 沈阳 谢姚环 进来吧 殿下 还未安寂吗 坐 怎么了殿下 我还是在留恋 那个评点我住后汉书的丫头 在她眼中 没有天没有地 只有光明和公正 殿下 是嫌奴婢还不够野吗 什么奴婢奴婢 我不喜欢听 可是奴婢本来就是奴婢啊 你是摇环 殿下 难道你是为了玉碗中 沉浸的食物而常探吗 这堂堂的京阳县衙馆 为我进城的夜扇 居然是粗糠羹汤 关中的鸡羞 真是比想象的 还有严重百倍 是啊 自进入关中数日 灾情触目可见 怎么了殿下 后悔 是啊 若真的派兵绞杀 无异于是往干柴中投火 很快就会激变天下民心 谢游魂 陈子昂敌人节 大唐忠臣 而且都是不怕死的忠臣 殿下 不要再多想了 等明日一到了昭令 向鸡民发放阵迹古物 民心自安 天色已晚 殿下还是早点安寝吧 明日还有上百里要奔波呢 要还 大唐忏尿 不怕死之后 存在不子里面